接下来的三到六个月时间 澳洲股市将会是一座 具有瑰宝可循的巨大宝藏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点评 今天是2月5号星期五 对于生活在澳洲的我们而言 讲到财经讯息 本周最重要的莫过于 澳联储最新一期的货币政策声明 事关政策导向的报道与解读 已经汗牛冲动 因此今天不再耽误大家的时间与精力 这里只是将此条信息作为一条引线 那截至今天为止 明确给出货币政策导向的央行 显然不止澳洲一家 在这场印钱派对当中 美联储欧央行与日本央行 才是重量级的选手 但在这场流动性盛宴当中 作为全球大宗商品重要国度的澳大利亚 依靠自身的优势 却可以成为最大的获益者之一 老祖宗讲说 手里有粮心中不慌 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 在当前资本过剩的时代背景之下 作为以矿产立国 并且矿业与银行占据 近半壁江山的澳洲股市 可以是一座具有瑰宝可循的巨大宝藏 那对于澳股具有潜力可挖的观点 与判断的前提 是基于对整个经济周期的判断 自上一个矿业繁荣周期 在2015年前后完结之后 矿产公司之中的中小个股 迎来节衣缩食的冬眠时期 而从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之后 在全球各国央行再次节奏一致 齐齐宽松放水之时 耳松不明的资本早已敏锐的觉察到 各种被低估的 躺在地上的毛毛带紧的 矿产资源股的巨大潜力 那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 各种矿产与能源股开始启动 第四季度澳股当中 股价翻倍者大有人赞 而这样的现象正是来自于 巨大流动性的炒作与推动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 欢迎喜欢跟认可我们内容的朋友们 点赞与收藏 我是GoMarkets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